禅宝来给大家送新年祝福了 让我们也在评论区留下新年愿望吧 我们听到太多外界大佬们对全红禅的质疑 从无知者无畏 最后一跳才赢的 到英格人口味 不喜欢吃热干面 被网友呼吁彻查他 然后国内比赛裁判压分 被预言他今天是冠军 一个月后啥也不是 太多不友好对着全红禅 他都默默挺了过来 当我们看到 他身上贴着大大小小的高药贴 不免心疼这个寒门之子 那么今天就吸吸耳朵 听听那些正义知识们的赞美吧 首先 我们来听听国民女婿董宇辉 对全红禅的评价 全红禅的赛场完美表现 背后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14岁的全红禅 以双冠军的成绩 刷新了索润的认知 14岁啊 那么年轻 他年龄最小 但是赛场的表现却最完美 努力练习 参加比赛 赢得冠军 其实只是为了攒钱给妈妈治病 听到这里啊 他的故事让我感到仰慕钦佩 甚至是感动和流泪 其实全红禅和董宇辉 有三个共同点 第一 两人都有真本事 全红禅的本事 就是水花消失术 而董宇辉的本事 就是满腹经轮才华横溢 第二 两人都很单纯善良 全红禅比赛的目的 是将中国国旗挂到最高 然后就是挣钱给妈妈治病 而董宇辉作为东方甄选核心人物 在直播间分享好物时 产品他觉得贵了 他会果断地取消售卖 这么贵吗 对 很受欢迎 三百九十九 嗯 呃 换产品 不卖 第三 两人都被扣上了 饭圈文化的帽子 要坚决抵制 饭圈文化 就是一些无脑粉丝乱带节奏 可他们的粉丝 是真心喜欢他们的单纯与善良 无端被扣上帽子 产宝的粉丝宝宝不乐意了 那些所谓的领导就被骂了 而董宇辉的丈母娘们 也纷纷起意 为他站台 这才是明星所向 其次是家喻户晓的央视主持人康辉 对全红禅的赞美 您看这个零零后的小姑娘 跳水真的是教科书籍的表现 何止是经验 几乎就是完美 康辉给予了全红禅最中肯的评价 全红禅的能量 就是给年轻运动员树立信心 而郭晶晶看了全红禅的跳水 大气给予了肯定 对比自己的成绩直言惭愧 小泉跳了三个满分 我觉得我都很羡慕啊 我跳了二十年水 我也没跳过这么多满分 小泉在一场比赛 就把他全都跳出来了 即使渐渐淡出我们视野的张佳琪 也给予了全红禅很高的评价 确实啊 他就是一个小天才 这个不可否认 大家也都看到 平时小姑娘也是开朗幽默 也挺好玩的 大家都是出去为国争光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去说 有什么很大的竞争关系那种 张佳琪因身体发育和伤病 不得不渐渐淡出跳水界 但是 他将我国跳水事业的接力棒 安心地交到了新一辈全红禅的手中 全红禅的朴实精神 也得到娱乐圈的喜爱 著名演员李立群 每每提起全红禅 就激动地眼含泪光 全红禅感谢 我看他跳水 我感动得要赞叹的 我一喝一百看不厌 看完之后 我觉得他一定是很苦恋 我希望全红禅这孩子 能够健康幸福一辈子 大家都能共识全红禅背后的艰辛 但是反观有人就是看不到 不免有些心寒 蔡绍芬也是全红禅的超级粉丝 全红禅我爱死他了 他又可爱 又用心 我看他的训练那些东西 我真的看呆了 每天晚上都看 妈妈爸爸因为他们穷 所以妈妈要看病 所以才去 奖金 我心疼了 估计连全红禅都不知道 还有这么多人喜欢他 他的成长经历 就是一本励志故事 为了分担家庭负担 选择跳水 刻苦训练赢得冠军 只为挣钱给妈妈治病 十四岁年级说出的话令人心疼 他不仅善良单纯 在获得最高荣誉后 不骄不躁 他是走好每一步 不得不承认他 就是国民的女儿 正如李立群说的 全红禅不仅是中国人的光荣 也是全人类的光荣